狗狗的名字是這個旺財 有沒有 旺旺 其實齁 自從那一台CX3施工了之後 我開了那台CX3開了兩個禮拜 隔音真的是很不錯 真的是有水準以上的表 CP值很高啦 我覺得主要這個有時候改車看CP值嘛 你花了好幾萬 沒有錯 隔音也會提升很棒 問題是CP值不高嘛 因為價格比較高 那你如果在這個價格幾千塊錢 他表現出來的 超出 他的這個價值 欸!CP值就出現了 一代馬三換RX 保養維修會貴很多嗎? 喔!會喔!他零件比較貴喔 可是RX的妥善率蠻高的 為什麼不喜歡安卓機喔 因為我年紀有了 對於這種新科技的東西 我都覺得 每次齁在那邊連接啦 又要WiFi啊 又要熱點啦 又要什麼小朋友啊 創整部 啊!要塞一個車 我這個人齁 我很注重時間觀念 不是說我都約會很準時 是我喜歡做事情節省時間 所以我一上車發了 排檔我就走了 我很討厭一上車 然後在那邊 哇!一上車喬一下啦 齁! 手機連線一下 挑一個今天 符合今天心情的歌曲 齁! 啊!待會要去再其他啊 什麼要挑什麼歌啦 齁!啊!什麼東西喬一下 後照鏡馬虎妮喬一下 欸!看一下行車紀錄記有沒有在錄 再檢查一下胎壓四個輪子有沒有都一樣 東看西看要十分鐘才要出門 我是急性子 我就發動擋打了 我就是要處理了 沒有在那個前戲一大堆的 一切都以這個趕時間為主 洛格這個車可以買嗎 可以買啊 啊!買的夠便宜 車況夠好啊 要不然它零件蠻貴的啊 靠腰!B&W i8 那套西洋說不太曬過了 你問我賺錢你 齁齁! 他看得及我了好不好 我也是 平民 百萬富翁欸 我只有平民而已 齁! 夢想街57號 我已經很久沒有去上電視通告了 我覺得自從我開始不上電視通告以後 我整個人都快活了起來 這麼 閒情益智 開個直播 抱著小狗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聊天 多輕鬆 也不用準備搞 然後也不用擔心這個 講錯話 都不用 齁!我們爽就開 對不對 左上角四行志是我們的 有提供我們產品的好朋友們 然後這個讓大家去FB 搜尋一下 齁!然後可以加一下這個 按一下讚 好不好 追蹤一下 里程跟年份 哪一個比較影響車價 都影響 但是里程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多 可是里程要看多少 你是一年五萬 還是一年兩萬 稍多 齁!這個都不一樣 鐵安納灌煤粒 其實都不太有變速箱的問題 可是新的鐵安納齁 是CVT的變速箱 就要注意一下 下雨天很多車漏水沒味 有 除異味 除異味其實沒有什麼法則 像我們都是直接 除司機就是關在車子裡面直接除了 好!要不然就是你車上放一些那個 人家在放衣櫃的那個有沒有 霧燈從裡面起霧正常嗎? 不正常啊 那應該是有破啊 漏水了 其實齁 小排量渦輪要注意什麼 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時間到了要記得 準備一個渦輪 修渦輪的錢而已啊 可是我覺得渦輪這個東西是這樣 它真的會依照你使用的程度跟 保護的程度 會有不一樣 RX躲散率好啊 怎麼不好 我很喜歡RX 我超愛RX的 RX就是那個 高級TOYOTA 高級TOYOTA就是說 對車沒有熱情 啊你又怕死怕羞 然後又想裝逼 啊你就開Lazos就對了 我跟你講啊 這個都經過統計的啦 我曾經齁 我那天可能心情不好啦 我講實在的 曾經有一個齁 開著Lazos來的客人 然後在問我B&W 啊問我說 啊這車會不會問題很多 然後他說 啊這個車會不會不好照顧 啊這個車為什麼那麼多人買 就常常在問我這些問題 我真的其實有時候 我那天心情不太好 我就懶得跟他講那麼多 我說 我覺得你不是開這個車的人 你不要再問我了 齁我想我們不適合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騎到最後賣車嗎 到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有些人啊 你從他問的問題裡面啊 你就可以感受出 他不會買這台車 我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會來看福斯 的人 他來看福斯的時候 他問說 DSG是不是問題很多 基本上他問這句話 我覺得他就是不會買這個車 因為我發現 我後來發現 會來買福斯啊 是夠大的人 他其實都已經做完功課了啦 他周遭的朋友啦 社團也加了啦 然後朋友媽媽也 也都開這個車的啦 齁他都已經了解過了啦 他來了他就是看這個車 他絕對不會問你DSG的問題 所以真的會買DSG的人 他根本壓根他來看車的時候 都不會提到DSG的問題 反而有沒有 問題很多 喔說這個 哇啊有沒有手牌的 有沒有天窗的 蛤啊這台灰色的人喔 基本上 有那種嫌棄點的人喔 我覺得都不太會 不太會買 我後來發現真正的買家 其實大部分 都是做好功課的買家 那當然也有蠻大的部分 是真的 來這邊 找我們討論 喔 然後我們依照他的 使用的狀況需求 價格 預算 然後推薦他 喔當然這種客人也有 但是 我覺得真的會買B&W的人 他絕對 也不會來 跟我講說 請問B&W 會不會漏油 啊 請問吼 B&W 問題很多 為什麼還入上一大堆 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問這個問題 相信我 好 那我在這邊 今天也是要分享一下這個事情喔 之前跟大家提過 這個 我們在外面 假設你的車在後面 喔 比如說你停紅燈 被人家撞了 那100%是對方的錯的時候 那我們之前討論過說 通常台灣的 這個狀況就是 後面的人就跟你講 喔 我的保險公司會跟你聯絡 對不對 他如果有保險的狀況 那第二種就是 他沒有保險公司 他就說 啊 沒關係 那你這個 你要去原廠修 還是要去哪裡修 喔 然後跟你殺個價 然後賠你修復的價格 那修復好之後 就當作沒事了嘛 對不對 但是 問題來了 如果你的車 因為這個撞擊 而產生了 折舊的問題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這個在台灣是很難告得贏的 因為你想跟他球場 球場這個 當中的 因為被他碰撞而衍生折舊的問題 這個官司基本上很難打贏 那上次有一個熱心的網友 有傳訊息給我 他說他有 贏得這一次 這一類的官司 他有一次的經驗 那他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 你車不賣 就不會有折價嘛 那你不能說我撞了你之後 然後你就要賣車 然後折價 而且你五年後的折價 跟十年後賣的折價又不一樣 你光一個屁股被撞 五年之後賣扣的錢 跟十年之後賣扣的錢 跟現在賣會被扣的錢 都是不一樣 那你要用什麼為依據 來跟他求償這個 折舊的問題 首先 他是有跟我分享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就是 這個網友覺得說 法官可能要是比較年輕的 因為比較年輕的法官 比較能夠接受這種 新的思維 有時候打官司是這樣 你沒有判決先例的時候 沒有人 想當第一個 我跟你講啊 那個 法律那個也是很那個的啦 學長沒有判你不敢判啦 我也是有做一下功課的啦 老的法官 沒有判死 年輕的法官怎麼敢 被學長定 我告訴你 這有學長學弟制耶 我跟你講 所以第一個 你要這個年輕的法官 他有辦法接受這個新的思維 那第二個是這個 你可能需要去舉證 因為這一次的 碰撞 所以造成你的折舊 所以你要怎麼舉證 找各地的汽車 維修工會啦 二手車的工會啦 請人家幫你開這個鑑定書 我以前也有幫人家開過鑑定書 所以說 欸 假設 你的車 以目前的狀態 在沒有碰撞的狀況 跟撞過了之後 因為這次的撞擊 產生了多少的折舊 而且你要找兩間以上是最好 對不對 一間沒有這個依據嘛 然後再來就是 你當然你要舉證之後 你就要打官司了 可是其實喔 他有跟我講一個重點 他說第一個 打官司 時間拖很長 第二個是 不知道會不會贏 第三個 就算贏了 這個賠償的數字 也不會太高 有可能 不夠一樣錢 你知道嗎 你可能花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多的時間 只為了五萬塊錢 那這當中 衍生的律師費 衍生的什麼 你的時間的費用 又是 另外一個狀況 所以 他最後給我的一個 建議是說 你還是要評估一下 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 這個金額 到底影響 會不會好 所以我就說 其實到最後 算一算 除非你開的是超跑 要不然 你真的也不太划算 喔還有一個重點 就算你是超跑 你夠贏了 你夠贏了 對方說 啊我沒錢啊 啊我破散了 啊我沒錢了 啊有沒有 那你也是 什麼小都沒有 你花了一年兩年 你去打這個官司 結果 啊我死了 我沒錢 不好意思 我破散了 所以他講說 第一個 你不知道會不會贏 第二個 就算你贏了 你也不知道對方有沒有錢 所以就是 他有要我跟大家講 你要去評估 好不好 要喝還是買好 我最近遇到一些問題 齁 我真的齁 有時候我遇到這種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 我跟認識的SUM車商買了一台06年里程18萬公里的小鴨 買20萬元 開半年跑了5000公里 電瓶保養都自行更換 想要賣回去他只收12萬5 價差如此大 我想問是否正常 首先 這個不是認識的SUM車商 不是你朋友嗎 啊第二個 我不知道他賣你的東西 車的狀況是怎樣 我怎麼知道 12萬5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齁 所以有些問題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是覺得說齁 我常常在這個直播提醒大家 朋友之間的買賣 你不要高估了你們的關係 有些我覺得大部分齁 在這種二手汽車買賣裡面 很多朋友之間的互相 今天不是說 喔我是車商 我不鼓勵你們自己買賣 我都覺得你們 能賣高價 有人跟你接手是很好的事情 我從來不會強求每一台車 都一定要讓我賺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一定要認真的去評估 這個朋友的個性 你跟他熟不熟 你們的關係到底在哪裡 你看看你們身邊有沒有這種朋友 你不管講到什麼 欸我最近想要買電話 喔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齁 在士林那邊 在賣手機的 然後你跟他講說 哇我最近齁 有想要這個 喝一杯 我現在想要喝一杯珍珠奶茶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齁 在哪裡哪裡在賣這個手搖茶的 齁 你說哎呀我最近想煮一台電腦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在 三創那邊 賣電腦的 我帶你來我帶你來 每個都是他朋友 朋友 世界多 各行各業的朋友都有 結果到最後 你會發現 他這些朋友可能就是 見過一次面 見過兩次面 聊過兩次天 都是朋友 四海之內接兄弟有沒有 你們 周遭有沒有這種朋友 就是那種 喔他很照得住 朋友很多 每個都認識 有沒有 因為有些人 我覺得這個很好玩嘛 朋友這兩個字 在有些人 他的認定 標準是低的 對不對 你問他有沒有朋友 他說我都沒朋友 所以齁 每個人對於朋友的認定標準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種 車子啊 在朋友之間買賣 你們一定要非常注意 留意這個 你們之間到底 他所謂的朋友 還有一種就是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在賣二手車 你不要去什麼小時 那幾天要死 我們朋友在這裡一定最便宜 我朋友這邊一定最便宜 我帶你去 一定最便宜 齁 然後他就 一直要帶你去買 然後齁 上次有一個客人來跟我聊 他說 啊他 他來跟我買車 他說 喔 我本來齁 有一個朋友 都一直跟我講說什麼 他 哪邊很熟 一直要帶我去 某縣市 然後 再賣二手車 然後我不要 我來你這邊 其實我覺得這個判別很簡單嘛 他就說 他覺得怪怪的 我說 今天你說你要買車 像我大部分我遇到的客人是這樣 他比如說他在公司說我想買車 然後他的同事就說 喔 你想買車喔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那個小事 我都有在看 齁 你去他粉絲頁研究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情形嘛 對不對 不是狂推猛送有沒有 我還講 我跟你講 買車齁 我有一個 真的很好的朋友 我還講 一定很熟的 你被背什麼車 我幫你問我幫你問 然後很積極 馬上電話有沒有 拿起來 欸 你說什麼 LBNW 哈囉 有沒有有沒有 好 他講完出了回來 我跟你講 我朋友很照得住 他說他要幫你調 啊我跟你講 他 他調到了齁 我下班 我開車 我載你去看 有沒有 這麼積極 不像在媽 賣船直銷的嗎 呵呵呵 我覺得 講到最後 我們這個頻道 會變成 媽 在揭發人性的醜陋 跟黑暗 呵呵呵 很積極有沒有 然後 過 過十分鐘 欸 我朋友打來 我跟你講 他傳訊息來 你看這照片 喔好帥 你看 欸 有改耶 有改耶 有沒有 手機就開始給你看照片 有沒有 有沒有 喔 這水耶 讚 下班 我跟你講 等一下下班我帶你去看 不用再考慮了啦 我跟你講 錢帶著 不要再考慮 雙證件要記得帶 好 差不多 下班我就帶你去 有沒有 啊去的就在旁邊 一直敲邊鼓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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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有沒有 所以喔 你們自己要去這個 評估一下這個 你跟 所謂同事朋友之間的關係 到底 到哪裡 我覺得 這個才是 才是最重要的啦 那不是一定好或不好啦 只是說我覺得有時候 太過積極 推銷 覺得很奇怪啊 有沒有 像大部分的人 稍微有一點 判斷能力的 就說 啊很積極的才有鬼 沒有錯啊 我也覺得是這樣 幹嘛那麼積極 我朋友就遇過 已經買了二手車附訂 但他朋友說 他被騙 買貴 要他退 他有認識的二手車行 喔還有這種 這種是住俠的啊 打真的就是 當你去別的車上 買了一台車之後 他一直在那邊 啊你買太貴啦 你白癡喔 怎麼媽沒有問過我啦 我一個朋友很熟 這個車那邊 賣才二十幾萬而已 媽你買三十 我看太貴了啦 有沒有 還有這種的 我跟你講喔 很多人會這樣 當你下訂買了一台車之後 你處於一種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這種 這種心情 所以當旁邊有人在住俠 在打針的時候 說 喔你白癡喔 等一下 他賣了給我朋友 我在哪裡看才多少錢 喔啊 上次我朋友買才多少錢了嗎 在旁邊一直煮 一直煮 有沒有 啊你就會心生畏懼 你就覺得 幹我是不是真的被騙 我是不是真的被騙 我是不是真的買太貴 然後你就 啊 我跟你說啊 那個還可以退啦 趕快回去媽的跟他講說你不買了啦 他如果不給你退就告他啦 我幫你我幫你 去我朋友那邊買 之前就有這種 上新聞 就是這樣 就是 有人訂了車之後 那回去之後 被朋友打針 打完針之後 他就要回去 另外一間這個 他本來訂的這一間 要退這個訂金 然後呢 這個 打針的人就跟著他去 有沒有 這個 嗆小嗆拼 有沒有 我告訴你 我們是哪裡的 有沒有 那通常 車行跟車行之間的紛爭 就是這樣起衝突 啊所以喔 你們自己要懂得 不要 視人不明 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其實很多車行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他車也不多 可能規模也不大 那為什麼 感覺好像都不會倒有沒有 大家會覺得說 二手車 好像很好賺 可是怎麼會那麼多間 真的有那麼多人在買二手車嗎 我覺得這是很多 消費者 你在路上看到這些車行 看到那麼多車 那你會覺得說 奇怪 二手車有這麼好賺嗎 我坦白跟大家講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這兩三個月的銷售量 跟銷售額其實 都 差強人意 很多消費者問我說 怎麼都不會倒 為什麼 那到底怎麼賺錢 其實喔 賣車的方式 我跟你講 比你們想像的還要多 除了我們最常講的 小賣 賣給客人 然後或者是po這個假的價格 吸引客人來以外 還有 假的自售 有沒有 都裝作自售在賣 這又是另外一個族群 下貼紅紙條在賣比較少了 因為現在 如果在雙北 大部分你貼紅紙條在外面賣 是會被這個 被開單 甚至他會把你的車拖走 還有一種就是 他成立一個類似俱樂部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 我隨便講了 我不是在指這個 比如說我開Golf對不對 我是車商我開Golf 我就改車啊 出去跑山啊有沒有 那這一個group 這一個團體 如果有人要買賣車 我就是 OK的嘛 我在裡面嘛 大家都稱兄道弟 講藍廳的誰的車又撞壞了 要修 欸 我有認識修理場 我幫你處理 欸 又可以賺一筆 欸 誰的車撞壞又要再買一台 欸 我有在收 世故車我收 我在賣你一台車 在裡面 這也是一種買賣的方式啊 對不對 那還有的是 專門是同行批售的啊 你進去 客人他也愛理不理的 好啊 你自己看啊 這個車就是這樣啊 那你想 欸 這種服務態度 這麼不好 怎麼都不會倒 他沒有在賣客戶的啊 他是在賣同行同業的啊 他就是 欸 小師啊 我有一台你最愛的 比如說 Focus 有沒有 來啊 我賺幾千塊就賣給你 一台賺個幾千塊 他一天如果可以 我們叫盤車嘛 盤個三五台 欸 一天也一兩萬了 北中南的收購以前有差異 現在已經不太有差異了 除非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比如說一些什麼 雲家地區啊 或者是比較沒有在主線道 這個高速公路主線道上的 基本上 可能會有點差異 但是 大部分 你只要高速公路能到 基本上現在的車 沒有什麼 收購價的差異性 因為我也有很多車是從 中南部來啊 那甚至也有很多 中南部的上來北部買車下去啊 有一種是 他專門吼 他認識很多這個 販賣新車的這個 業務人員 就是你現在看到在賣新車進去 欸 歡迎光臨 你好 我很高興為你服務 有沒有 你要看什麼車 那個 他們其實都認識很多中午車商 那有一些 感情比較好啊 怕麻糬的啊 國中同學 國小同學啊 高中同學的馬子啊 在裡面賣車啊 有沒有 那通常 他們有 客人要救換新的時候 他就會 喔 請這個車行 去估車 那我就保持了一個 第一手的一個 進貨價格 那我第一手進來 我就可以賺第二手出去 好 給同行的 那我只要 維持這個量是大的都OK 那再來一個賣法就是 那你想想看 他認識這麼多的新車業務 那這些新車業務呢 每天接了那麼多的客人 來看新車 試新車 事到最後有些客人可能會說 啊你這新的喔 我買不下去 還是說你們 你有沒有認識這個中古的 齁 張媽媽我幫你介紹 我跟你講 中古車不能亂買 我雖然是賣新車的 不過我有一個 非常好的朋友在賣二手車 我可以幫你問看看 他有沒有 假設你看artist 我可以幫你看看 問看看他有沒有 我們這款artist的中古車 對 他認識夠多的新車業務 他人脈夠廣 他還是可以從這種 方式下去賣 修理廠也是一個啊 那修理廠一定有很多客戶 要做一些車子的買賣啊 那都可以做這個 轉介紹啊 齁都可以賺錢 修理廠也可以賺錢 車商也可以賺錢 對不對 所以其實齁 有時候 車商在流通的這個 通路啊 其實是蠻廣 那還有一種是類似 傳直銷 就我們剛剛在講的 很簡單嘛 我小師對不對 我養100個下線 現在線上了633位朋友 齁 你們都是小師的下線 以後齁 你們帶這個客人來 小師這邊買車 啊如果說 你有這個 有幫到忙 對不對 我包個紅包 每個都包5,000 6,000啦 5,000 壞看 6,6大順 6,600塊啊 好不好 齁 都帶來 全部都帶來 好 一台6,000 一台6,000 欸 你想想看喔 現在時機好壞 齁 你一個月3萬 5萬的薪水 做到要死 我跟他說 一個月 你帶兩個來買 就多1萬2 有沒有 有沒有道理 打嘉義 有興趣打嘉義 我看幾個人 齁 我就做一個名冊 然後我就交代服務人員 以後這一些人來 帶朋友的人來 每個都包6,000 哇 我跟你講 我一個月齁 看 600個這樣 擴散出去 哇 幹 那一個月 哇 可能要賣100多台喔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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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當然我這個6,600 還不算 還不算 很高的數字 如果我把這個數字 提升到1萬 你覺得 這600多個裡面 難道不會有來個 30個這種下線嗎 好 所以其實這有很多的方式 可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當 車商用這種高價的 這一種 呃 這叫 Commission 佣金的方式來吸引 吸引你 帶人來買的時候 假設 我 你帶人來買一台 我要包2萬塊給你 那 試問一下 齁 我要賺你朋友多少錢 我才願意包2萬給你 我有店面租金 人事行政成本的壓力喔 然後 你介紹朋友來買一台車 成交 我要包2萬給你 你們覺得 我要賺幾萬才夠 那你覺得 假設只是一台很普遍的 Vios好了 假設我要賺5萬 然後給你2萬 那一台Vios 要怎麼去賺5萬賺7萬 我是不是變成 除了要賣 你朋友更貴以外 我的車是不是一定水準要很低 因為差財買的便宜嘛 那買的便宜 我才有這個利潤嘛 所以有時候你反過來想喔 你們自己要 也是要注意一點啊 你不要說 帶朋友來買 為了賺1萬塊 8千塊 然後 到最後 你害你朋友買的又貴 又爛的車子 這樣也不對啊 所以喔 小吃汽車只包得起6千而已 哈哈哈 因為我們車 沒有那麼高的利潤 好不好 沒有辦法超過 超過1萬的啦 我告訴你啦 我們的服務人員喔 賣一台車 都沒有6千塊的獎金 我們 所有的服務人員 如果裡面 像剛剛線上有很多 曾經來跟我們買過車的朋友 我們的一台車 服務人員的獎金 連6千都不到 我們是依照 價位的 最高好像到5千而已 喔沒有 最高好像 如果超過1百萬的車 好像是6千 反正喔 連他們賣車 大部分都是3-4千塊 這個Range的 獎金而已喔 我們是以量 自駕 就是 他們如果想要薪水是 符合他們的 所付出的時間 心力 他們必須要把這個車的數量賣得夠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講到這裡來 欸 好 那我們要抽一下隔音膠條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抽出10名喔 這個 進化論 進化論的隔音膠條 然後這個是這個叫做 杯套啦 進化論的杯套 有8個 然後這個 隔音的喔 有兩組 一組是這個4個車門 齁 然後一組是 ABC駐隔音條 齁 這是兩名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我們點一下這個抽獎的小人 抓一下這個分享 以後我們不定期齁 舉辦抽獎 好不好 心情好 感覺來了 我們就抽 好不好 我們就狂推猛送 然後之後齁 打算這個 每個月 如果我們能力所及的話 齁 每個月都會有一台這個慈善車 我希望啦 好不好 我希望我的能力可以到 每個月 做一點點小小的回饋這樣 齁 去捐一些公益團體 慈善VOVO 我跟你說啦 你如果要慈善 給人VOVO 你在跟HIGH 你不是在慈善 那個 這種高級車 回去要照顧 然後 吃油又比較傷 這個到時候慈善沒做成 變得慈 慈悲 變得太殘忍 不行 這變醜慘 所以慈善車 齁 我們都要特地挑選那種 零件便宜啊 好照顧的 啊 問題少 妥善率高的啊 VOVO最近沒有遇到 里程數少 齁 我在這一行那麼久啊 我發現那個 VOVO跟那個 薩把的里程數都會偏高 很奇怪 其實我跟你講 Porsche的 Porsche 凱燕啊 那種車啊 里程數也都偏高 我覺得很奇怪 是那台車很難燈耶 啊 大家都買回來燈還是怎樣 我發現 大部分我遇到的 VOVO 薩把 凱燕 我覺得真的都 里程數都蠻高 CHR 如果我有進到 可能會做啦 可是 我不太會進 CCHR 因為我覺得他的 我自己主觀覺得 沒水啊 對啦 像 LLA 這種 ASIO 可能也不會啦 ASIO ASIO太老了 問題比較多啦 LLA 還可以 TESIO TESIO啦 Vios啦 Artist啦 這一種的 出來做慈善 才不會害到人家 K8喔 K8 也不算慈善耶 你媽 你做慈善 賣人 給人家K8 結果他回去一直改 呵呵呵呵 啊 媽的 結果回來的時候 改人B18C回來 說 哇 小四 你看 這慈善車 我幫你改B18C Ending ZWIFT很 1.0很保值啊 好養啦 妥善率高啦 完成囉 那我們現在先抽出8名 抽出8名這個 套子 杯套杯套 進化論的杯套 好 這些都不用運費啦 我們都含運幫你們 寄過去 好不好 好 抽8 馬上抽了啦 齁 來 出來8個 來 我唸喔 8元 這個 恭喜 得到 杯套 好 那現在我們抽出一個是AVC柱隔音的 一名 邱建恩 恭喜 AVC柱的隔音是這個 邱建恩 好 再來抽一名 是這個 四門的隔音 隔音條 四個門 齁 劉一鈞啊 好 恭喜恭喜 欸 恭喜啊 好 恭喜幸運的得獎者 以後記得 鎖定這個 小師的頻道 還有這個 YouTube要記得訂閱 追蹤 按小鈴鐺 FB也要記得訂閱 然後 這個 陸續 之後 我們就秉持著大愛的原則 不定期的 做抽獎的活動 啊 我們也謝謝這個 進化論這個 老闆 人真的很好 欸 這個 我是不知道 這 這三個東西 我應該 我記得要幾千塊了啦 真的是大手筆 還有裝在我們CX3上面那一組 可是喔 我的人是這樣 我們 我們這個人喔 這個台灣人的精神 人家給我們將近一萬塊的產品 裝在我們的CX3上面 然後 還給我們的粉絲抽獎 那我們幫他做一下這個 廣播 對不對 幫他做一下這個推薦 我覺得 忽幹不用錢嘛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也是盡力的 利用我們自己的能力 那幫 幫他們做一下小小的 宣傳 C30的汽油 我跟你講喔 C30你要注意它那個排檔桿種成 它很容易壞掉 壞掉你就會卡住沒辦法排檔 它那個下面有一個排檔做 好 C30我遇到最多的問題 那剩下一些點火線圈那都小問題 好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啦 好不好 大家晚安